这个月底就是农历年 当大家都在放假享受团圆及假期的同时 在医院及一些慢性病的病友 血液使用却没有假期 每逢年节因为假期长且天气寒冷 常常使得民众捐血医院降低 造成血液安全库存量都很紧张 所以在每年的一月份也就是捐血月 希望透过活动呼吁社会大众 晚袖捐热血 宜兰捐血站在2号的时候 在宜兰市五谷庙前广场举办捐血月起跑记者会 许多政商团体都前来共襄盛举 当日许多民众也纷纷玩起袖子 捐出自己的热血 一同为血液库存量奉献一己之力 人家说过年前后 这个时间捐血的都会缺血 所以不足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用了爱心 可以让社会更好的团结 那现在开始 跟1月31号这都是捐血月 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参与 让大家也需要 台北捐血中心业务组组长角志宏表示 希望在过年前将血液的库存量提高 提供一些病友或是意外状况的时候可以紧急使用 希望大家踊跃捐血 每年在过年前的一个月我们会举办捐血月的活动 那我们今年是捐血一代生命之爱 那希望在过年前能够募集到10天的库存 希望提供给医院的病患能够充足的血液使用 因为最近冬天 心血管疾病还有一些开刀手术都需要用到大量的血液 那希望我们各位相亲民众有空的话 欢迎出来踊跃捐血 谢谢大家也祝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捐血一代生命之爱 以上新闻由政生记者张凯婷采访报导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掌声广播电台